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镜子爱财》。 今天我们讨论一些美国华人生活问题。 我们今天请了四位嘉宾,三位是律师,一位是心理师。 我先把这些今天我们讨论的前因后果来说一下。 我就念一下,我们有一个在美国一个华人专门搞这些发一些很多新闻的这么一个网红,叫西新小宝。 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调查,只是我在读她的对这些案件的一个总结。 第一,25岁女嫌犯张晓宁涉嫌杀害八九名运领袖李进进律师被捕。 社交媒体上曾经贴出该女子举着牌子,揭发在国内被强奸的冤情,在被逮捕的现场,当被问及为何杀人,后不后悔时。 他说,该后悔的是你们这些叛徒,身为中国人却要反共,你们害死无数学生,还要害学生。 该案目前原因不明,这是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前辉瑞高管三个月前才离开公司的李燕,因为跟业主委员会,也就是HOA闹矛盾,几年被交雇业费,被HOA下发驱逐令。 当警察把驱逐令递交到他的公寓时,他拒绝搬出并持刀跟警察对质,在刺杀一名警察后,被多名警察集体射杀在公寓门外。 第三个案子,一名谷歌华男,其在脸书工作的妻子因患癌症,五月去世后,他七月一号急结婚。 新太太从国内飞来,急怀孕。 今年六月预产期,谷歌男没有买墓地,把前妻骨灰埋在前院。 前妻父母因来美,花掉全部积蓄。 目前谷歌男开始叫警察驱逐两位老人。 谷歌男与前妻曾是北游同学,二十多年感情。 七七,2020年七月生病后,把财产都留给了谷歌男和小孩。 我们不知道这三件事里面的恩恩怨怨,但是这三个悲剧都告诉我们,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无论是金钱,房产,感情,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留得清神在一切皆可变,这是习近小宝的一些评论。 那么,我觉得这三个,至少这个案子总结还是基本上靠谱。 也是从其他的途径里听了基本类似的信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三位嘉宾,四位嘉宾,一位是纽约的律师,燃燕飞。 另外一位是波士顿的律师,赵磊。 还有一位是燃燕飞的,你们两个是同一律律事务所的搭档,陈明丽律师。 另外一个是我们在波士顿的心理医师,翟明月。 那么,欢迎各位嘉宾,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其实在我们君子爱财这个节目,在三四个星期以前, 他还作为我们的特约嘉宾来谈香港的问题,那是一流的口才。 那我见过他,李金进人品也是没得说的。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确实是很悲痛,很震惊。 那既然你已经就是特意的就是讲了李金进的这个案子, 那我就不按照我刚才那个预想的顺序,我们干脆就谈李金进。 那么谁,就是你们几个嘉宾里边,谁愿意再对这个做一些评论呢? 尤其是这个明月,你这个他说到这心理问题,我们现在都觉得很疑惑。 听起来是觉得这人挺疯的,但是如果就是从阮律师刚才所说的这些一切行为来讲的话, 他又不像那种典型的激情谋杀。 就是激情谋杀。 他不是激情谋杀。 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思维是很缜密的,他完全就是谋杀,有计划的谋杀。 并且刚才阮律师说的网上的那段YouTube的视频,就是主要是音频了。 就有一个说是李律师的朋友采访张晓宁,然后问他质问他说,你是不是在撒谎? 他说张晓宁回答说,他是回答前后矛盾的,他一开始说他采访了中国的很多人, 那些不是他的故事,是其他人的故事,他是替他们发声。 然后呢,同时呢,到最后他被质问了,所以那个人反复地问他, 你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有没有在撒谎? 他一直回避。 最后他说,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他说一开始他说,不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来他又说是发生在他身上的。 然后他以替自己去申请政治避难的绿卡为由,去说替别人去发声,去替别人去证明。 那这个人的思维逻辑肯定是在这方面是混乱的。 但是在整个谋杀的过程当中,有计划,然后想好了,甚至是装作去跟李律师道歉, 然后跟他有说有笑,然后残忍地把他杀掉,之后再清理血迹, 然后再走出去向李律师的同事自首。 这整个的一个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过程。 我看不到,起码在这个谋杀的过程当中,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精神分裂症的吉祥。 但是他在被逮捕的时候,他对向人群中吼叫那些话,你可以听说,这个人是极度仇视社会的。 我更相信他可能是一个反社会人格。 他可能有反社会人格的缺陷。 那这个人在正常的思维上,他是跟普通人有益的,因为他是拿学生F1签证的。 当然,就正常的人,普通的学生,谁也不会说我要走政治庇护这条途径, 就是利用别人的假的故事来编造一个故事来获得我的利卡。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非正常的行为。 那我相信这个人在谋杀李玉士的过程中,我看不出他有精神疾病。 当然李燕那件事情是很明显的,你能看出他精神是不正常的。 那你们就是那个陈律师和赵律师,你们对李静静这个案子, 陈律师你是做这个什么的,做这个刑事案的, 你觉得李静静这个案子,你们有一些观点? 谢谢朱律师。 当然我职业领域当中包括行事案件在内的一些诉讼案件。 谈一下跟李律师的结识,最早结识他是在2019年9月14号, 这个星期六,当时我和他还有另外大概两位律师在皇后区, 纽约州皇后区的一个酒店里面做了一个专题的讲座, 每个律师有自己的专题,所以我们几个律师分别讲了一下。 讲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些律师都有自己律师述所在那个hotel的这个桌子, 后来我就到他的展位里面跟他认识一下, 在2019年9月14号这个星期六之前, 我就听说过李静静这位律师, 我们也都在法拉盛这个城市里面工作, 但是跟他没有个人的接触或者职业的接触, 所以在9月14号2019那天跟他第一次有幸亲自的面对面的来交谈, 好像他的家庭情况也稍微了解了一下, 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啊等等围在他身边帮助他, 然后他也有些人到他桌子去咨询, 我也知道其他人也对他进行了一些咨询, 大家对他整体印象,包括我在内, 觉得这个李律师他, 我只能说凭印象哈, 觉得他为人比较正直,心直口快, 口才好,有能力,有见识,有才干, 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更多的私人接触我跟他是没有的, 只是限于我们都是校友而已, 然后李律师当然我们在业务方面, 曾经有民事诉讼案件, 打官司我代表原告, 他也代表一个原告, 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有多方的原告的情况下, 我代表一个方, 他也代表其中一个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代理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先后的顺序, 所以在这个案件, 虽然在同一个案件当中出现过, 也跟他没有面对面的交换文件呀, 或者做discovery呀等等之类的, 在3月14号今年那天, 当天他出事了以后, 下午很快就有人跟我说这件事, 我当时在出差,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这件事以后, 跟那个人讨论了一下, 感觉非常的震惊, 对待李律师这个我在职业上, 或者私人的角度来讲, 了解不甚深的一个律师, 但是比较敬重他, 尊重他的一个律师, 这个角度来讲非常悲伤, 李律师他大概比我们都大一些, 在美国这边从业的经历比较时间长,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为很多的客户提供了相当多的法律服务, 这个是人所共知的, 所以听到以后心里非常的忧伤, 乃至于后来还生出一些想法, 看看他们办公室有没有可能需要我们一些律师, 大家愿意自愿的情况下, 帮着他们办公室来处理一些, 因为最重要的李律师离去以后, 给他们办公室的客户带来了一些纷扰啊, 纷争啊, 或者说困扰啊, 或者说客户不知道怎么从哪个角度去再跟进等等之类的, 实际上很快在3月15号那天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个在他们办公室接受服务的客户的电话, 问说我的案件本来是在李律师那儿, 既然昨天出了问题, 请问你愿意不愿接我的案件等等之类的, 所以李律师他的这些情况, 对他的不管是职业, 还是私人的了解限于这些, 对于他遇害的情况, 出了悲痛的时候, 当然对于行凶者, 我不知道背景是怎么样, 我做诉讼, 做很多的这个民事刑事诉讼, 所以我说话的时候就只能稍微保守一点, 如果说这个行凶者真的是在3月14号那天, 是按照坊间所流传的一些有预谋的, 有计划的手法非常贤熟的情况下, 行凶的话, 那这背后可能是有些问题, 但是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当时发生的情况, 跟坊间流传的情形是否一致, 只能说如果坊间流传的是那样的话, 真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其他文章, 我们不得而知, 只不过对于这种行凶的行为, 我们表示不解, 表示一些非常的难受, 我们既对死去的李静静律师表示痛苦, 悲伤, 也对于行凶者表示一定的, 比较客套话还是说, 也是真实的心情来说, 就是I feel sorry for her, I feel sorry for him and for her, 好吧, 这是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李律师的情况我大概就是说这样吧, 我觉得在他去世以后, 我们不管是在业内的律师同行之间, 还是作为华人, 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队伍上, 还是作为社区的一个民众和民生来讲, 我们都应该整齐划一的, 大家有一个互帮互助的精神风暴, 一个人倒下了, 另外的人如果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 能够帮一些就帮一些, 能够慰问一些就问一些, 能够相互伸出手就相互伸出手, 让大家看见我们是一个有互爱互助, 团结一致的族裔和群体, 谢谢。 陈律师, 你讲得太好了, 你们现在在, 你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 您和陈律师, 对吧, 你们两个,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互助互帮方面, 真的是起到了模范的作用, 那么那个赵律师, 现在让你, 就是你可能对李静静不是很熟, 因为你在波士顿, 你是做, 你的主要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我的事务所这边是主要做很多的民事和商业诉讼, 做公司法, 包括公司的成立和期间各种业务方面的提供法律服务, 以及遗嘱和信托规划, 所以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 因为我自己的背景, 我在上法学院之前, 我是在美国, 在波士顿这儿的金融公司, 做金融分析师, 然后在做金融分析师之前呢, 我是来美国90年代来这儿留学, 学那个computer science, 所以一开始在金融公司做IT, 后来还是理工女, 对是理工女, 我一直从北京来的时候是读computer science, 然后做IT之后呢, 我对金融和法律也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先去了商学院, 拿到了master degree finance, 商业和这个法律方面都能收, 那这样子我们李律师的这个话题呢, 我们现在就讨论到此, 那么我们可以转到这个另外一个案子, 因为我想我们的观众可能对, 每个人可能都对不同的这个案子, 我们想把三个案子都谈一下哈, 那我觉得你可能谈李燕这个案子比较合适, 因为他的这个案子显然是因为跟物业公司, 就是HOA这个纠纷引起的, 那你能不能谈一下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呢, 就是李燕这个, 因为他人已经死了, 那么这个确实也挺悲剧的, 对,当然, 我不认识李靖金律师, 但是我跟他在网上有过互动, 因为我们都在某个律师的WeChat, 有个微信群里面, 所以跟他有过一点点互动, 虽然没有, 我感觉到他是, 确实是比较 outspoken, and nothing but a good impression about him, 然后呢, 所以说那天早上, 当我的另外一个律师把信息发给我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惊, 所以也非常的, 对这种感觉非常的爱伤, 因为了解他, 从网上的信息了解他更多一点之后, 就表示非常的惋惜和爱伤, 但我想提的一点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 就是, what could have been done, 能够就是避免这样一个悲剧的话, 我是觉得, 觉得说也许, 当时当第一次警察被叫来之后, 可能我们大部分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25岁的女孩, 而会起这样的杀心, 否则的话呢, 我想如果那时候李静静, 即使不对他进行行事方面的追究责任, 完全可以提出, 就是提一个restraining order, 就是禁止令, 这样的话, 他是不允许来接近他的办公室, 或接近他个人的, 所以说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就可能会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因为我在我自己, 我处理, 因为处理民事商业方面的纠纷, 我是个很广的领域, 包括家庭法, 时不时的也会牵涉到家暴的问题, 然后我处理过很多, 关于, 有的时候是帮助客户取得一个restraining order, 有的时候是帮助客户, defend一个restraining order, 或者harassment order, 我们叫这儿, 骚扰, 对,骚扰, 有的时候是房客不喜欢房东驱逐, 然后到法庭上去要了一个restraining order, 所以我要defend房东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是个很好的工具, 大家如果感觉被, 当然你得满足它相关的条件, 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的人身安全, 用restraining order来, 那像谈到那个, 对, 那关于Yan也是非常的惋惜, 不是很了解他的身世, 但是呢, 就是牵涉到几个方面的问题, 我也看到在微信上面, 很多群友的公众对这个强烈的反应, 有的是愤怒, 有的是两边都有就是不同的意见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李燕失去了他的condo, 被驱逐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他被杀伤, 射杀这种这个方面的问题, 我不是, 我一般不处理刑事案件, 虽然做比较小的, 比如说assault and battery, 我成功的帮助很多客户解决, 但不处理严重的刑事案件,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说, 虽然他在最后一个关口被警察射杀, 那个时候警察似乎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我觉得警察当时在他已经关了门的那种状态下, 坚持要在那个时候进入相当于escalate, 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是很, 对这种升级的状况是对情况完全没有帮助的, 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那他的这个心理的状况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以想象有人要失去他的condo的那种状态, 而且他当时的表现, 如果有一定的training, 应该是意识到他这种状况是应该是, 就是说避免把这个情况升级, 没有必要要在当时进入房间解决, 至于说, 据说有当时的维修工人可能在告诉警察说, 他之前也有过有点拿着刀进行威胁性举动, 这个会不会给警察进入那个房间一个新的理由, 我不是专家来确定, 而且这个也应该用加州的法律, 不能用麻州或者其他州的法律来鉴定,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警察当时可以有一个选择, 不在那个节骨眼上来试图进入, 或跟他进行问题, 不是那么急的事, 对对, 因为他当时并不显得说会有, 对任何人造成马上的立即性的身体的伤害, 也没有要迹象要伤害的自己, 所以说在这个那么那么就转到他的, 他跟那个condo million这种纠纷上面的, 跟着condo纠纷, 这是我是有很多的体验的, 因为我的客户很多是property owner, 所以牵涉到各样的纠纷, 比如说是买卖时候的纠纷, 跟管理上的纠纷, 解决跟租客的问题, 有的是邻居的问题, 有的是跟政府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跟condo million, HOA的纠纷, 以及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是罚款, 有的时候是某种bill, 或者要修理费, 很不合理这种分配上面, 或者有的时候是租客造成了损失, 然后结果业主来承担, 对业主的承担, 就是很震惊, 有几万元的, 有的还更多,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租客被, 没有就是把气温, 把屋里的室温没有调到相关的温度, 然后自己出去玩了, 结果搞得漏水, 然后上上下下好几家其他的租客被影响到, 然后都来找麻烦, 所以说这种事情我经常处理, 那么有一个就是很相关的, 就是有一个他其实不是我的客户, 但他几年前来开始找我的时候, 就是因为condo million给他了一个罚款, 费用他就是觉得很不服气, 然后我当时的建议, 大概他已经面临着威胁, condo要起诉了, 我的建议他就是说你赶快先把这个付了, 虽然他还不是我的客户, 他在电话上面说你先把这个付的钱, 然后再跟他计较他这种到底是不是这个钱的数字是对的, 如果你想有办公室咨询也可以,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呢, 然后我就没有再听了他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他这个案子已经开始了, 他让人给我打电话, 但是继续坚持说自己是有理的, 对方这种是欺负他没有任何道理, 所以每几个月他给我打一次电话情况就越来越糟, 搞到最后他就是说已经输了, 法庭判他输了, 然后他要继续上诉, 然后自己再继续上诉, 等到大概是去年, 去年是我最后一次, 是我上之前就最后一次听到他来电话呢, 他这次坚持说一定要要请我, 一定要来跟我来就是再谈这个事情, 那我意识到他这个时候他的Condo已经被拍卖了, 在市场上拍卖掉了, 已经几个月前就拍卖了, 我说我虽然愿意帮助你, 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帮不了你了, 你现在我也不想收你的费用, 因为你给我费用我也帮不了你现在这种状况, 所以就非常惋惜, 就是一个教训呢, 就是说Condo Association是有很大的权利的, 麻州这边比加州那边Condo的权利还要高, 因为如果欠任何的Condo费, Condo可以加利在你的那个房产上, 而且麻州这边的利是Super利, 意思就是说他比Mortgage的那个级别还要高, 就是说要还钱, 就不管先后, 就是不管时间的先后, 就是说也要首先要把这个HOA欠的钱要付了, 所以他要先拿钱, 对, 加州的利不是Super利, 也就是说他还在Mortgage之下, 那就是要把年后, 按前后顺序来看, 对, 但是那个麻州呢是其实是Super利, 而且还有其他方面, 就是麻州, 加州需要, 我看一下好像是需要至少欠了1800块钱, 而且欠了12个月, 那才能采取就是上法性的行动, 但麻州这边这个数额比这个低的多, 大概60天, 那那个赵律师, 就是我知道这个HOA这个东西, 就是大概很, 这个这种纠纷我们听了很多很多, 很多时候就是说也你要真的分析起来, 那就说不尽的话, 就是很多细节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本地的法律, 你当时就是HOA这些, 这本身你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那个具体的规定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非常细的一个技术活, 是吧, 所以我就一个泛泛的, 就是对咱们这些一些观众来讲, 泛泛的来讲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李燕哈, 他最后是欠好像三万多块钱, 对吧, 三万多块钱, 我觉得从你欠, 第一次欠钱, 就跟你刚才说那个, 我从最开始欠钱, 然后一步一步的, 罚款上面在家罚款等等, 拖到三万那个时候, 实际上需要一段过程的, 是吧, 是需要, 其实挺长的那段过程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的, 其实有很多很多解决问题的这个机会, 是吧,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解决,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就是说是一方的责任, 这个我一般, 我自己做过律师, 所以我知道很多时候是一个八正开不晓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从他当时跟警察这个应对的这个方法上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人他很就是比较极端看起来, 上来就拿刀子, 那警察给他说多少遍, 说你把刀放下来, 那一般的人是不是说, 你既然拿枪顶着我, 我赶紧扶软吧, 是吧, 我保命要紧啊, 这是正常一种看法, 就是想法和行为, 那么我们让这个明月心理医生来分析一下, 说这个人的心理行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呢? 他的心理行为肯定是不正常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就是他面对警察来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反应, 他首先开了门的时候他就拿着刀的, 说明他时常的心理是有一个防备的,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安全, 甚至他怀疑警察是否是真的警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们要做评估, 说要一个人是否真的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真的心理疾病, 是要跟这个人交谈, 然后要做一个心理的interview, 要见到这个真人跟他谈话才可以进行一个评估, 但是从他表现出来的行为, 这些防御的这个和这个非理性的行为来看, 他一定是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的,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不交, 你刚才说他拖了那么长时间, 长达三四年的时间, 他不交物业费, 然后和物业之间闹的这个纠纷闹的就是越来越大, 以至于他的他欠费越来越多, 最终他明, 其实他是应该是知道就是与他的这个教育背景什么, 他应该知道他所面对的consequence, 就是后果是什么的, 但是他一直没有去理会他, 所以我能, 你至少从这一点上能看出来, 这个人的社会和生活性功能已经丧失了, 就是正常有正常的生活和社会性功能的人, 他会知道我有一个欠款是吗, 我要去会有一个问题, 我要去付他, 物业费是你在买condo之前, 你就知道你应该交的这么一个钱, 那么你那你不管你跟物业之间有什么样的纠纷, 你至少这个这是你在你购买合同里面, 你需要承担的责任, 那这就是你的社会性和生活性功能, 你需要维持, 当你不能维持的时候, 当一个人不能维持的时候, 说明他的精神问题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担忧, 并且他物业当时后来在网上, 就Facebook还是Instagram还是Twitter, 有一个他的邻居, 也就是这个人曾经在物业委员管理会上, 他曾他发文说, 李女士受到了很, 一直受到了精神困扰, 他甚至引用了这个Beautiful Mind的那个movie里面, John Nash的那个情况来说, 来说明李女士的情况, 那么John Nash他是有精神分裂症的, 但我们不能确认李女士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他从他的行为来看, 一,他防卫很强, 他觉得自己不安全, 他生活在不安全当中, 所以他会拿着刀去, 甚至面对了警察和枪, 他都不肯放下他的刀, 第二是他当时的那个吼叫的反应, 包括就是警察进去了之后, 他继续进行一个武力的抵抗, 从他这个行为本身来说, 当时他肯定在的精神是不稳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就说他连他一个人, 我只是举例不是说李女士的情况, 仅仅是一个人有抑郁症的情况,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他也可能一个人有不一定会出现暴力行为, 但是他就有可能丧失他的这个社会性功能, 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我有一个账单, 我需要付, 我就是我没有力气去付他, 或者我想到这件事情, 哪怕是仅仅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没有钱,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理他, 或者不愿意去管他, 他就拖着拖着, 他就不付他了, 那通常这样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说他懒惰, 他其实是, 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所以他不能够执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正常的去付他的账单, 执行他的社会和生活性功能,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网上的标题都是夺人眼球的, 比如说他是耶鲁的这个博士, 是神务统计的博士, 他曾经在辉睿高管, 对, 这些是夺人眼球的, 但是其实精神疾病与你的财富地位, 与你的教育程度, 这些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你生活里面找到一个平衡, 然后你能不能活得开心, 能不能活得有自我价值, 那你的这样的话, 你平常我们像我们生活在北美华人, 我们一代二代都是很努力在工作的,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能够去关爱自己, 不管你得到了多高的学历, 有赚了多少钱, 有多高的地位, 取得多高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 你能要关爱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精神状况, 对, 就及时的去, 该休假的休假, 该有压力的时候, 你找朋友出来逛街, 疏解一下, 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去找心理医师, 去咨询一下, 这样的话, 我问一个快点, 就是快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华人里边, 心理医师, 就是执照的这种心理医师, 好像并不是很多, 你看我们这三个律师, 只有你一个心理医师, 还是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就是尤其是华人, 因为也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他找就是白人, 或者就是在美国不讲中文的人, 他可能确实有一些隔阂,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因为心理医师确实比较少呢? 心理医师虽然少, 就说华语, 说汉语普通话的心理医师, 虽然少, 但是不就是在华人人口比较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 比较密集的地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源的, 像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波士顿很少, 现在也有也比以前多很多了, 你说华人是不是, 在纽约和在和在加州, 包括San Diego, 或Bay Area这些地方有很多, 就我个人也认识是有不少同行的, 但是华人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长期的文化, 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 就是我们一说精神病, 你想到是精神分裂症, 所以我们在文化上和对它有很多的一个抵抗, 会有一个一种病齿感, 所以华人家庭往往是最后续来寻求帮助的, 很多很多, 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服务青少年, 那很多孩子其实是到病了不能可病了, 就是学校强迫家长, 带孩子去进行心理治疗, 家长才愿意承认他的情况, 昨天我刚刚跟一位也是亚裔啊, 那是一位日本的日本籍的这个心理学家, 我们昨天俩沟通, 因为我们有一个客户, 那就是共同有一个共同的客户啊, 但我们也就沟通一个问题, 就是说同样的状况, 就是很多家长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 比如说我是高敏感的, 或者是他能接受一些听起来不那么严重, 的心理问题, 但是如果就是孩子其实他, 他能接受的不是孩子正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家长不能接受自己孩子是自闭的, 有些家长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孩子有多动症, 但是我不能接受我孩子有抑郁症的, 那他有时候会耽误, 即时发现和诊断以及治疗。 那说到这个心理问题哈, 就是显然的我们心理医师也有这个, 就是这个意见, 就是说李燕这个人心神显然是比较时常, 尤其是在面对警察的时候哈, 就是不太正常, 肯定是的, 那么陈律师你是做刑事的哈, 你能不能对这个警察, 就是当时这个场景哈, 做一些评论呢, 因为华人里边比较分裂哈, 就是说一部分人的意见呢, 就是说那个警察是合理的, 合法的在执法, 警察执法的时候你要对警察人身造成安全, 那么那他把你击毙是应该的, 尤其是他拿着刀子, 而且我看那个视频呢, 是他, 实际上警察不是在他家击毙他, 而是他出来了, 他出来以后拿着刀, 可能要伤害另外一个警察, 好像已经捅了另外一个警察一刀, 那么那个其他警察在把他击毙, 那也就是说你对, 已经对警察造成人身威胁了哈, 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 觉得有点执法过度, 就像刚才赵律师讲的呢, 就说他实际上第一次敲门以后, 看见这个人就不太正常, 就没有必要再回去找他, 然后把这个事情升级, 应该找一些专家去找这个人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不会就是说造成这个生命的损失哈, 那么陈律师你是刑事专家, 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评论呢? 谢谢朱律师两个方面吧, 我说第一个方面, 在美国生活的很多华人, 对于跟警察打交道这件事不太明了的, 实际上有些人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 自以为是, 觉得可以跟警察辩论一下, 说明一些理由, 甚至有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时候, 我只说一部分人的心理哈, 面对警察的时候, 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能言善辩, 或者是如果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 有时候没准觉得跟警察讲话的时候, 可以找一些理由, 推脱一下, 搪塞一下, 虚掩一下, 遮掩一下, 甚至找一些不实的理由来跟警察说话, 岂不知, 当警察出动要跟你incounter交往, 就冲突的时候, 正面冲突, 我说这冲突是法律上的冲突, 不代表着有肢体的冲撞的冲突, 警察一旦跟你有正面的冲突的时候,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规规矩矩的, 把手举起来或者下锤, 让你的两个手露出来, 完全让警察看得见你的两个手, 同时尽可能少说话, 因为你多说话, 每说的一句话, 警察都会记录下来, 虽然当时那个场景, 你很多时候看不见警察拿一个小本子, 或者录音机记下来, 但是警察他们每天都是执勤, 做这种垂讯和培训的工作, 他们有一定的基本素养, 可以把你当时说的话先记在脑袋里边, 然后回身以后, 他马上就记在他小本门上, 每个警察身上都随身携带着一种, 像我们正常用的那种纸张的, 一半尺寸的本子戴在身上, 每个警察都身上有, 况且现在有时候, 警察身上也都佩戴了这种小摄像头, 所以最好跟警察发生这种法律上的冲突的时候, 规规矩矩的, 我经常跟我的客户来分享, 我说我在中国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做律师, 然后来到美国也做律师, 我是一些在美国这边做律师的华人, 讲双语的律师当中, 较少的对两边的法律有超高的一个评论资格的一个人, 当然还有其他律师, 不要觉得无先许, 所以在中国的情况的话, 警察没有枪支弹药, 你跟他甚至扭打起来, 似乎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在美国, 警察首先不要让一些华人错误的理解为, 说美国的警察要保护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 不是这样的, 美国的警察出勤的时候,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他们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确保自己是安全的, 只有他们自己在安全的时候, 他们才会在必要的情况下玩命, 去冲击, 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人身的威胁的话, 他们首先撤退, 后退, 或者说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还击, 所以在美国跟警察打交道, 请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警察都是带枪的, 如果你说话不合适, 或者你有肢体上冲撞, 这就超越了法律冲撞的这种范围, 如果肢体上发生冲撞, 那么警察是可以轻易的举枪射击, 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面对警察冲撞的时候, 总结的话讲, 请你尽量保持沉默, 寻找律师, 美国的警察如果不是冒牌的, 不是冒充警察的人来执勤的话, 一般来说, 在发现他们要执法的对象, 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比较文明的, 可是这种文明, 当然在法律上不要把我们的一些百姓给愚弄了, 他们在文明的时候有很多的考虑, 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要跟你在文明执法过程当中, 让你感觉他好像是你的朋友, 然后也不会给警察造成一些身体上冲击或者打击, 因为从警察的眼中看起来, 谁知道你这个看起来手无寸铁的人, 没有一个超高的武功呢, 或者没有一个超强的一个杀伤力呢, 所以警察一般来说, 即便觉得面对一个弱小的女士, 他们也尽量采取一个避免正面的肢体冲撞的方式, 他们给你的假象是一种朋友式的, 说话温言而语, 在你没有反抗的情况下, 可是他们回去以后都会把这些, 当时你说的话小本本上记得一清二楚, 假定将来到法庭上的话, 他们把这些话呈现给法庭, 然后由检察官向法官说明, 他要把这些话作为针对你的证据使用, 所以保持之末, 寻找律师, 这是上上策, 一定要切记,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 从警察涉及的角度来讲, 虽然加州的法律, 纽约的法律, 麻州的法律, 其他州的法律略有不同, 但是在一些大概念方面是一样的, 各个州的警察, 其实都有一个涉及规律, 警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掏枪, 什么情况下可以射击, 射多少枪, 他们都有射击规范的, 在符合射击规范的情况下, 他们当然可以开枪了, 我还是那句话, 因为作为诉讼律师, 说话就是比较加小心, 不知道当时李燕女士, 在跟警察冲撞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 假定坊间或者媒体上所传闻的说, 他拿刀已经冲着警察要冲击了, 要charge了, 或者说已经刺伤了一个警察, 那么在他刺伤的过程当中, 警察据我的理解, 不管是哪个州警察, 当然在这个地方可以射击了, 如果是在有些州, 那个持刀者, 他拿着刀挺着就冲警察来了, 距离大概比如说六英尺, 七英尺的时候警察就可以射击了, 不需要离得很近, 就可以射击了, 况且警察如果有一个被刺伤了, 那警察更可以射击了, 所以从这角度来讲, 我不是站在一个警察的角度, 也不是站在被害者, 不是不能叫被害者吧, 也不站在一个李燕的角度来说话, 我只是从法律角来客观评论一下, 警察在这种坊间上所流传的事实, 假定是真实的情况下, 我认为是完全由法律上依据射击的, 在这情况下, 一旦射击发生了以后, 受伤的人非死即伤, 那恐怕在法律上将来告的时候, 可能也告不出名堂来, 所以呢, 面对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 刚才出了第一点说的, 要保持沉默尽快找律师, 第二点就是你要晓得美国的警察, 跟你所出生长大的环境, 中国的环境里面面对的警察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这边, 你对警察, 他这个执法人员一定要恭敬, 要遵从他,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好吧, 反过来钳制对方一下, 来反击一下, 你跟他钳制, 跟他很友善的, 很友好的说话, 利用你优越的英语语言能力, 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趁机的来麻痹他们, 让他们觉得你是小高杨什么都不懂, 其实你最后要找律师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少说话尽快找律师帮助你,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你的律师如果是负责任的, 有能力的, 他一定能够从很多的方面来帮助你, 请不要自作聪明, 谢谢。 这个真是律师的一个金欲良言, 那么那个然律师, 现在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把那个前两个案子都讲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就是最后我们所说的那个案子, 好不好, 就是关于这个谷歌, 这个谷歌这个理工男, 把这个前妻, 这个不是刑事啊, 就是挺狗血的一个案子, 但是呢, 就是说他前妻去世了以后, 还没几天, 然后就这个心态的就被娶来了, 娶来以后要把这个前妻的父母, 就给赶出去,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呢, 还是有这个孝道, 比较说你这个怎么一下就把这个父母赶出去了, 那么有的人就真的有的人问过我, 说哎, 那他父母能不能够告这个这个理工男呢, 那么你作为这个专业的律师, 你是做遗嘱信托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得出这结论了, 你说他如果没有遗嘱的话, 那他父母确实没有权利, 在美国嘛, 你财产什么, 所有的权利都是归配偶的, 那么阳律师, 你讲一下这件事情好不好, 嗯, 好, 是, 我觉得这几点, 你打开不管是微信也好, 还是我们上网搜索也好, 都是这个所谓的, 嗯, 理工男呢, 更多的人直呼叫什么渣男, 然后, 我觉得那个最最搞笑的就是, 有个小段子说, 这个事情已经把这个广大的这个华人男同胞, 已经把这个地位一下就贬低了, 然后在有些群里边, 既然还出现了让这些男的, 尤其是生了两个孩子以后, 赶紧去接渣, 然后免得呢, 以后还有这种机会啊, 我就觉得, 是不是找你做遗嘱的, 一下就增加了好几倍呀, 对, 做信托的, 要不是做遗嘱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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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在, 我觉得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 其实我在大概上周星期三吧, 就已经有一个那个采访, 我在那个采访当中, 我其实我就已经明确了, 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这个男士和这个女士, 其实还是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至少他们在之前, 就是女士, 那个邓女士去世之前, 已经把信托, 就Family Trust已经做了, 那如果要没做的情况下, 在家都当然也是轮不到的, 只是呢, 他做了的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哈, 当然就是也是后来透露出来, 其实他是问过他父母, 要不要给父母留一部分, 但是呢, 我们的华人父母向来都是非常, 就是太善良了, 而且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相信呢, 就是, 就是这个父母呢, 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之前, 可能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婿, 有这么糟糕哈, 所以呢, 我相信他们是认为, 即便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那女儿毕竟跟了这个男人, 跟了二十多年, 从北京打拼到美国, 又据说有六套房子的这个, 就是说家产, 然后男士呢, 又是在谷歌, 我相信他肯定是不缺钱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女士基于对自己丈夫的信任, 那再加上咨询了父母, 父母又说不留任何财产给他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时候, 把自己的这个财产, 就留给孩子们放到信托当中, 我相信这个是大部分人, 都会做的一个选择, 那我知道那个赵磊律师也做这一块哈, 我相信您的这个接触当中, 可能也是这样, 至少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 就是来做信托的, 往往很少说给父母, 还单独留出来一部分, 因为那都是觉得父母, 就会比我们先走, 那父母那部分的资产还要留给我们, 更不要说我们去留给父母了, 所以这大部分就没有去想得到的, 我觉得那这一次, 之所以大家叫群心急愤, 愤怒到一种极致, 只是呢, 就是您刚才说这些事实, 让大家觉得这个男士做的是超过了人的一个底线, 但是呢, 回归过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我还是认为他从法律上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那当然呢, 就有人说法律本身就是一个道德的底线, 那道德层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更多的时候,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道德标准, 每个宗教也有自己宗教的一个道德标准, 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呢, 就很难说哈, 所以我其实有一点呢, 我就是在考虑,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么来, 群心急愤的来去深跑这个渣男的时候, 我们如果自己处在那个场地, 是不是我们一定做得比人家更好, 其实我真的很难说了哈, 就是在圣经里边, 如果大家记得就是, 那个卖淫的女人在被带到耶稣面前来, 然后就是那些人让耶稣拿石头打他, 可是呢, 耶稣就跟那些人说,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没有做过, 没有任何的罪的话, 那你就第一个拿石头打他, 可是没有一个人拿石头打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反正就后来当然是得救了, 所以从这个事情你可以到处来哈, 我就觉得就是当我们现在, 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站在一个道德层面, 比别人高上很多的这个角度去, 声讨这个渣男的时候, 也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不见得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他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一些, 让人非常气愤的一个事情, 但是那怎么能够去安抚到这两个老人, 以及那照顾的这两个幼小的孩子, 尤其是他们处于Tillinger这个阶段, 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应该, 更多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只是声讨, 好像在网络上把这个男的都离他, 甚至让他失业, 甚至让他都不能够搬到什么西雅图去, 好像就能够解决, 你我我就一直说, 我说人们这个就是其实热点热点哈, 我们现在在讨论是因为它是一个热点, 你五天以后十天以后, 大家就不再是热点, 大家还是会平心静气的回到自己的生活, 该干嘛干嘛, 你不会觉得就是说那个人的生活, 不给我们带了多大一个冲击, 那唯一现在为什么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是觉得就是大家觉得超过了我们中国的那个道德底线, 而不是一个美国人的一个道德底线, 那其实我们自己职业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的案子也就是, 头一个月妻子刚刚得癌症去世, 第二个月先生就带着新婚太太来找我们来去申请, 这个就是申请结婚证, 拿结婚绿卡的, 这也是带有人在的呀, 那我们还有就是说前年年初就是刚刚疫情的时候, 更狗血的一个案子, 比这个案子还狗血, 那那个案子呢是母, 单身的母亲就是在美国打拼了二十多年, 然后呢后来为了拿白卡, 那大家就是说拿那个Medicaid, 所以就把自己唯一的房子就给了自己唯一的女儿, 但是女儿呢不幸呢在2020年的三月份就得新冠就走了, 走了以后真的是尸骨未寒, 不到一个月女婿就要把她赶离出门, 那这个母亲呢找我们的时候, 就是觉得特别愤怒, 说这个天底下还有这种没良心的事情吗, 那个房子是我的, 他就强调, 你说在这个案子, 在这个所谓的渣男的案子当中, 那财产是人家的, 对吧, 是人家夫妻的, 你不给你岳父岳母, 那道意上是说不过去, 可是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来找我们这个客人, 那那房子他说那就是我的, 我只是为了Medicate的目的, 然后呢才转护到我的女儿名下, 但是呢女儿一走, 然后呢那个先生就要把她赶出去, 所以呢他当时就说还有没有天理王法, 我说真的很遗憾, 这个既没有天理也没有王法的帮助到你,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产权转到了女儿名下, 那女儿呢在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规定, 她走之前没有立遗嘱对吧, 也没有信托对吧, 我说呢没有任何地方涉及到说这个要留给您来作为受益人, 如果女儿做了遗嘱或者做了信托, 您作为受益人的一部分那没有问题, 可是呢你们没有这么做, 那我觉得就是说回到刚才陈律师那个point来讲, 我们华人很多时候不光是在刑事案件, 就包括这种民事案件当中, 他也是不愿意去找律师的, 他总觉得找律师也是花钱, 第二个呢他觉得律师也不比他高明多少, 所以呢他就认为我把房子转到我的女儿名下, 这个是我可以去拿白卡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可是他如果当初来找我们做律师的, 包括招律师或我们这样的律师, 跟他稍微说一下, 他可能就不会做出这种选择, 那不会这种选择的话, 也就不会说有他后来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印的这种局面,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个不要单独, 尤其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就是律师为什么在美国九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律师, 那是他有一定道理的, 就很多东西还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情, 不要只是简单的, 我从我自己的一个意识层面,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 我也不去咨询律师, 然后我也不愿意去花这个钱,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做了, 那做了以后当然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极致, 说他女儿不去世, 我相信他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在这个案子当中, 如果后来没有把这个父母要用保护令的方式, 给他就是把父母赶出去, 我想这个案子也不会说让大家到今天来这么就是关注, 那我还是又回到我自己刚才的point就是, 很多东西我们自己该做的那部分一定要做, 不是说我今天有热点, 我跟一下热点, 然后呢脑子一发热, 觉得现在信托重要, 现在遗嘱力的重要, 但是我什么我还是不做, 过了几天, 然后真的又另外一个案子出来, 那这种案子也是实际上是经常在发生的, 只是说大家这一次感觉到就是觉得有点太过头了而已, 但太过头也没有办法, 因为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你的的确确确拿这个男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的一个方法去能够帮助到, 就是那个父母本身, 从这个财产这个角度来讲, 不好意思, 你拖起来就多了, 对, 您讲的太好了, 就是关于这个法律意识, 就是中国, 这个也是我, 因为我做律师也做了20年, 就是我也是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法治意识比较薄弱, 它还是靠一种脑子里觉得自己很聪明, 这是中国人, 你觉得中国人是很聪明反例, 聪明物, 中国智商肯定不低, 但是在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面, 其实是很多就是聪明反备, 聪明物, 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耶稣那个故事, 我就给你补充一下, 因为我这是听那个陈宏果那样的, 他说, 他说那个, 耶稣就说,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没有犯过罪的话, 你们就可以拿着石头去砸这个妓女, 那么这个当时这些人都跑掉了嘛, 那么陈宏果就说, 如果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 你以为会怎么样呢, 那么会所有的人都捡起石头来砸这个妓女, 这个可能就是中国的文化现象, 那么, 这可能就反映了中国一个道德观, 还有一个法治观, 那么那个, 让那个谁, 这件事情如果赵传理律师, 你能不能做一个稍微短一点的一个评论, 然后我们让敏玥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一讲, 这件事情, 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什么, 那那个, 然后我们可以让观众观众提了就, 好的, 有几点我就是补充, 在阎律师说的基础上补充几点, 就是那个例子是, 我也是经常在工作中遇到的, 虽然阎律师说, 他那个客户就是老人被赶出家门的话, 那他这种情况是他女儿突然去世了, 但是如果他女儿没去世, 他还面临着危险, 如果他的女儿和女婿离婚了, 那这个财产他送送的是要被分配的, 所以他还是不会不能保住, 在这个他自己家里面长居下去的, 所以他当初这个安排, 确实是欠很多的考虑的, 这种情况, 他的第一是完全可以保护的, 如果当时咨询的律师做了适当的安排, 然后至于说现在在加州, 加州这个家庭纠纷的这种状况下呢, 法律上面的, 阎律师的注解是, 我是完全百分之百同意, 那么呢, 就是我想要就是从, 因为我也做家庭法, 包括离婚, 财产分割, 子女的监护权等等, 所以在麻州, 以及在其他所有的州, 几乎都是这样的, 在家庭法庭上, 那法官看, 法庭看待这些纠纷, 在有孩子的时候, 它是首要的条件, 首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是, 孩子的利益, 就是child best interest, 这是他们法庭处理所有案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就是希望呢, 就是虽然理解, 中国的, 中国的那个我们的传统文化, 是给大家的这种道德上的, 或者是就是感情上的, 就是正义感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怎么样, 这种孩子的最佳利益, 就是best interest的话, 在美国的法庭上看, 和中国法庭上还是有所不完全一样, 所以说现在对这个父亲的丈夫和父亲的这种在网上的各种舆论, 我就是希望大家考虑到的一点, 就是说对他的两个孩子, 现在都是青少年的孩子, 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影响, 还有据说他的现在的心态呢, 马上也要生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孩子, 说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那就是这种环境, 当然也许也许这种舆论不会长久下去也许, 但是呢就是考虑到他这个孩子对这种感受, 对这些事情的感受, 因为毕竟他现在只有一个父母中, 只有一个父亲留下来了, 那他的父亲, 要是他们听到这种舆论认为他父亲是个很糟糕的人的话, 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还是这个可以让那个育鸣来做更多的解释, 我从我的工作上的经验是法庭会认为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很不好, 那这个明月, 你呢作为这个心理医师,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首先父亲这么做对孩子应该有不好的影响吧, 这么快就, 那肯定有不好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养一个宠物, 养了多年去世了, 你都要有一个grief的, 有一个grief period, 就是你要花一段时间去哀悼, 对你, 同样这个哀悼也是, 是你家庭不单一个人, 同时在家庭这个单位里面, 其实他是有一个, 一个兢兢业业为家里付出一切的一个母亲, 非常, 他这个女士他去世之前, 邓女士去世之前, 他的就是他的人缘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 然后非常, 并且为家庭奉献, 就是一开始有十年的时间, 牺牲了自己的职业, 居住在家里照照顾孩子的一个, 一个做全职太太十年的妈妈, 我相信他对孩子的爱和他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包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父亲很快的就略过了这个哀伤的这个过程, 然后进入他的新生活, 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的自由,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你需要给孩子一个缓冲期, 那么让孩子去, 当然他带着心态和孩子一起参与了他爱到他的前期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因为他是两个青少年, 那青少年在青春爱戏的时候, 他的大脑其实是不像成年人在解决问题和处理感情的管理方面是那么发展的发育的好的, 所以他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包括自我身份的认同啊, 在这些他们会, 而且他们这个时候是很正常, 他们不大通常不大会愿意去跟自己家长去沟通, 去说他们真实的心理感受, 所以那位余先生说他的孩子很替他高兴, 然后我认为这是他自己代替孩子说话, 我相信这两个孩子内心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疑惑不解和悲痛,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哀悲的过程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那么其实网上的舆论和网报对于这个家庭的, 对于这个他们父亲的谴责, 甚至说要让这个人失业, 要让这个人名声扫地到哪里面都去, 都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朋友, 甚至还有人很快说说以后他的子女就在华人的家庭的市场上, 他是找不到婚恋对象, 就是没有人会把孩子就是跟他们家这样的一个家庭去进行婚嫁配娶,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两个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么大家口头上谴责, 然后说就是网络事件, 各种网络事件你开心了, 你说完了, 但是对于这个家庭, 对于这个孩子, 两个孩子来说, 包括还有卫生的孩子来说, 他们要再继续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 他们的父母, 或者他面对的这个他为一生的这个家长, 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对象, 你希望这个孩子, 他们这个或这个家庭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帮助, 而不是说把他们网报了, 然后你光是对他进行了道义上的谴责, 这个事就完了, 那当然两个老人是需要得到一些帮助的, 法律层面上我完全同意几位历史的观点, 但是我更担心这两个孩子, 他们应该接受, 我觉得他们应该接受一些心理辅导, 就是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过渡期, 就是对妈妈去过世的这个突然过世的这个哀伤, 包括他们也需要在高中阶段, 11年级到12年级阶段, 如果要搬家, 搬到新的城市里面, 他们需要认识, 结识新的朋友, 各种各样这样的变化, 都可能对孩子产生一些心理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这个两个孩子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段阶段, 能够健康的成长, 你说的非常的中肯, 那么现在我们时间有点紧, 我们下面有一些观众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那么这个我刚才没有全看, 就是有人可能已经提出一些问题了, 那么周浩如果就是已经有人提问题了, 我们能不能让这个网友直接就是说出来呢?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网友是不是可以打开卖那个, 或者就是把你的卖给打开, 我们可以就是说, 刚才这几位律师, 三位律师和这个心理师, 都讲的, 我觉得都讲非常的精彩, 那么大家对这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一些评论, 现在是你们讲出来的机会。 周老师, 您刚才把这些人的话都听了, 您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评论呢? 现在我们请周孝正教授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事。 我主要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讲这个题, 我是在1983年就参加了中国的第一次残疾人人口的承认调查, 当时呢把中国的残疾人分成了六类, 第一类我们叫视力残疾, 所谓盲人, 第二类呢叫听力语言残疾, 所谓聋哑人, 第三类呢肢体残疾, 第四类智力, 第五类就是精神病残疾, 但是精神病残疾呢, 为什么今天要谈这问题呢? 因为李静景跟我是好朋友, 他在一个月之内, 他带着他的夫人, 还有陈小平他们两个好, 还有他一共有七个人到我们家, 我们聚会了, 我们还在这一块吃饭, 李静景在前一日子还在我们家住一天, 所以我跟李静景应该说很熟, 李静景遇害我们都想不到, 也非常的悲痛, 但要分析他的原因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呢他那个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是精神病的患者, 也可能不是, 因为这个事儿呢得进行司法调查, 最后呢得由权威的机会来判对他, 我们只是怀疑, 所以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不是一个嫌疑犯, 他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我从我的专业的角度, 因为我在人民大学讲这个课, 已经讲了有三十多年了, 我就谈谈, 简单结束谈的这个总体的观念, 就是说在这个, 他有可能是精神病的患者, 或者是一次病者, 一次患者, 那当时呢, 咱们国家正经八百是, 本月孙生邦以后开始搞建设, 所以1982年搞了一个第三次人口普查, 1983年就搞了一个第一次残疾人人口的调查, 所以我就讲讲这个, 所以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患者当时我们调查的, 一共全国有知识的这种调查员, 一百多个, 你想当时中国人也是接近十个多亿呢, 所以这件事, 就是对于精神病的这事, 我们国家重的事远远不够,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是从个体角度来谈这问题, 我们是从一个社会性的角度谈这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普京, 普京正在乌克兰杀人换火, 而且还在搞核核杀, 而且还把人家布克兰的一个核电站, 他去袭击起来, 就是说他已经不是核核杀的人, 他已经有行为了, 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掌握权力的, 这种领导人的精神的健康问题是一大问题, 因为我跟他们讲过有一句话, 我在学习的时候有一句话嘛, 叫匹夫之怒以头创地儿, 但是天子之怒呢, 浮尸百万流血千里, 你像杀害的尽这个凶手, 或者疑似的凶手, 他最多他杀一个人, 那么如果要是普京, 他有了精神的疾病, 他可以, 他有核武器, 所以我是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都谈得非常好, 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专业的人, 但是我不是专业的人, 所以我觉得, 今天呢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讲这个三个案子, 就是美国华人, 这个我们在美国华人的这些问题, 那那个杉律师, 你刚才是不是有问题呢? 还是? 没有了, 咱们那个老陈在不在,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观众里边, 我也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哎, 主持人你好, 能不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我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是非专业人士, 就是对于纽约这个案件的话, 比方说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 我觉得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一个人是有精神病的话,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判断的标准, 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 他是不知道的, 比方说他杀了人, 他不知道他杀了人, 他还以为这个人杀完以后, 就是有些还会活过来, 所以从这一点讲,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根据那段视频, 那个当事人他知道他是杀了人, 而且他觉得他杀了有道理, 所以这个从刑事角度就很难判定说, 他精神有问题, 那这一点, 然后那个, 那个, San Diego, 就加州发生的那个, 李燕那个事情的话, 就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反对暴力的一个收回, 就是从制度方面, 是非常反对暴力, 所以任何人跟其他人发生冲突, 是不可以用暴力威胁别人, 所以那个案子里面呢, 就是说, 很明显那个李燕, 他是在用暴力威胁其他人, 不管这个人是警察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好, 这个在美国是被坚决不可以, 就是不允许的, 从法律角度, 他一旦用那个, 采取威胁的行为, 胁迫别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这已经是构成反对, 那这个我想讲, 想到的就两点, 另外一点就是有关美国, 就是反对暴力的这个制度, 就是说, 它暴力规定, 像有些地方是规定非常非常细致的, 比方说battery charge, 你如果对别人身体的接触, 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 那就构成了battery charge, 所以有的时候是很轻很轻, 好像你认为是很轻, 其实是很重的, 性质很严重, 比方说别人跟你讲, 哦, don't touch me, 你不可以碰我, 你如果再碰,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人可能就会去报警, 最后就是, 结果就是battery charge, 老陈你讲的非常好, 我最开始还觉得, 也有时候也同意有些人想法, 说法就是说她一个小女子, 你那么多警察在那儿, 其实可以这个完全, 完全那个就是说, 怎么警察斗不过一个呢, 其实用不着开枪就那意思,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一发生, 然后李进进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我想很多人也觉得, 你说她那个, 李进进可能当时就是这么觉得, 一个25岁的那么一个年轻的女子, 看着时间个子不大嘛, 对吧, 怎么可能就是拿一把刀就能把人捅死了呢, 但是你显然这种判断可能都是误判, 你显然她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女子, 而且很小的一个刀, 实际上就是切牛肉那个刀, 她藏在那儿, 你当时也没有看见哪一把菜刀过去嘛, 结果就把李进进就捅死了, 所以那警察如果说, 刚才陈律师说警察他第一个责任是要保护自己, 那我觉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他要保护他警察的那个同伙, 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是吧, 那别人向他的同伙开枪的话, 那他肯定就是或者行凶的话, 他肯定要反击的, 那这个我看那个视频确实是这个女的铺上来拿把刀, 那么那个警察就把他给击毙了, 当然就是其中里面其他的细节和技术问题, 我觉得这肯定是这个案子要继续看法庭怎么审核。 有关这个设计, 主持人, 你讲, 有关这个设计的问题就是说, 警察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他要判断, 他是不是应该开枪。 如果他一旦做了决定要开枪, 他绝对是cue to shoot to kill, 他不会说我把你打伤。 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很多人会讲, 为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他打伤吗? 在实际上, 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就是说警察一旦决定, 任何在美国持枪的人, 他如果一旦决定要开枪, 大多数情况他会决定说cue, shoot to kill, 他开枪的目的就是杀死你。 所以你跟人家说, 我拿把枪吓吓别人, 这个非常非常危险。 啊哈。 那个方有一个评论, 我要, 哎, 您说您说,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老陈说, 说他有可能有疑似精神病, 因为周老师也说, 他有可能就是这个25岁的张晓宁, 他有可能有精神病, 我之前刚才说, 他在犯罪过程当中, 他所表现出的行为, 在犯罪整整个过程之中, 那个行为, 呃, 是是整次思维缜密的, 是不是说无逻辑性的, 就是说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要去进行报复的, 这个这个, 而且他是有计划的, 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 呃, 他是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就是他的行为, 没有表现出来, 他在当时, 他在犯罪的当时, 他是精神不正常的, 那么因为,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对于精神疾病有一个误判, 就是说啊, 这个人有精神疾病, 那他就是247, 24小时, 他永远都有精神疾病, 就是他永远处在发病的过程之中, 不是这样的, 其实有得了精神残裂症的人, 他也有, 有有一段时间, 他是有可能是恢复正常的理性的, 他不是说一直, 有的人可能很严重的, 极端严重的情况之下, 那些需要去住院, 就是一直在住在精神病院, 疗养院, 常年住在精神病院的人, 这可能他们大分时间是不正常的, 但是很多其实轻度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不是说随时他都, 他都是精神疾病发作, 如果他在实行犯, 这个我相信陈律师应该有, 有点了解, 如果他在, 在执行犯罪的过程之中, 他是就是无法证明, 他那个时候是在发病, 或者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那个是整个是一个正常思维, 我计划好了, 那怎么样子的时候, 他不是在发病的时候去杀人, 那他就是, 其实他的精神疾病, 就不能作为他辩护的一个理由, 可能给他减刑, 但是肯定不能说你是, 因为你有了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你杀人, 所以你就可以去逃避法律的这个追责, 而就比如说像抑郁症, 我在说一个普遍上, 华人可能会, 我们或生活症中会见到更多的, 其实是30%的这个普遍人口, 在人生的每一段, 就是差不多的一段时候, 某一时段都可能符合一个抑郁症的诊断, 就是你可能去陷入一个抑郁症的片段, 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 有的人可能两周四周就好了, 他可能自愈了, 也有的人可能会陷入精神疾病多年, 就是抑郁症多年, 那抑郁症就是成片段式的, 我可能这两周, 我心情特别特别低声, 特别郁郁消沉, 什么事也不想干, 我没法, 然后当时我是在发病当中, 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的情绪又回稳了, 然后在这段时间, 我工作生活都正常, 那他并不, 但是就并不表示你的抑郁症就好了, 你有可能是你这个发病的时候, 它是成片段式的, 你这段片段时候你是平稳的,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周期的, 你可能你的疾病又发作了, 所以寄生疾病, 比如说我一直, 我只要有, 我就一直了, 就是周续有, 我们要观察他对你的, 他在当时他对你的影响, 那么李燕他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当时他的反应和他的行为, 实际上他是在, 在精神发作的一个发期间, 所以他作为一个高智商, 高学历的女性, 这并且在美国有生活个多年的女性, 他能做出一些违访正常常态的一些自卫的, 过当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 那周航刚才好像有另外一个, 对刚才方有一个评论, 他说感谢各位很专业的分析, 今天我的心得体会是, 一不要拿华人传统的道德观, 去套美国的法律, 二还是要用美国的法律来保护住在美国的自己, 三道德的惩罚和法律的惩罚要分清楚, 四见了警察少说话举起手, 我觉得这个观众确实是听懂了你们所说的话, 那么感谢你们几位, 你们最终你们几个有没有互相之间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最后的五分钟问一下, 结束我们的节目, 那个权律师和赵律师, 陈律师, 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个说一句最后想说的话, 还有就是关于你们自己的职业, 你们可以也介绍一下, 就刚才你们稍微介绍了一下, 像赵律律师, 那陈律师, 你们, 你和那个权律师, 你们两个的事务所, 需要不需要我们就是, 那个, 要不要我们把你们联络方式给, 放在我们的这个, 我已经发在那个群里边了, 我在那个chat群里边, 我把我们律师务所的业务范围, 以及我们的联系方式都已经发了, OK, 那那个, 赵律师呢, 你呢? 我没有在群里面发, 但是如果, 我当时把你的网站提供, OK, 那那个, 那个, 敏悦你呢? 我把信息发给朱律师了, OK, 你发给我, 我到时候发给你, 最后的YouTube的链接, 给发给大家联系方式, 我想问, 我想问一个非专业问题, 就是说我知道律师在每个州, 他需要就是你在这个州, 你要执行那个州法律, 每个州法律不一样, 那么每个州的执照不一样, 那么你作为心理医师的话, 是一个州一个州的吗? 还是说你可以做网上咨询呢? 比如说你在波士顿, 你能不能够在加州的人, 像你咨询有可能吗? 有, 有可能, 就是因为每个州法律不一样, 然后每个州对于网上, tally health的这个regulation也不一样, 比如说像我的执照, 就是我可以见Chicago的客户, 就是他是每分每个州每个州, 但是有的保险他是可以, 你是可以authorize你去见 out of state的therapist的, 另外我说总结一下, 很重要的是, 你发现在这几个案子里面, 不管这些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他们其实很重要一点, 是我们在努力工作, 然后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 要保证自己心理健康, 所以一定要关爱自己, 对关爱自己, 你的精神状态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更有劲头的去工作, 学习, 去生活, 去真正体会这个美国生活, 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个便利和美好, 我想顺便补充一句, 就是明月和我的认识, 我认识明月是因为我的一个离婚的客户, 有比较严重的那个conflict, 然后children, department of family got involved, 是那个关于孩子的监护权的问题, 那我找到那个明月, 在几个推荐的人上, 最后是客户选择的明月, 所以我和明月在那个案子上面有所结识, 所以我很推荐他的professionalism, 就是很专业的做这个, 可以听出来, 那他感谢你们今天能够出口, 陈律师你可以说, 没问题, 15秒钟, 三个层次, 第一, 我是明里律师出所纽约这边, 我是主要做诉讼的民事刑事, 州的联邦, 都有很多, 有很多的经验, 但是仍然今天很有幸跟赵律师, 赵磊律师, 我在微信里早就跟您认识了, 跟朱律师您在2015年就已经认识了, 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认识, 宅明业也非常幸会, 还有周教授周航, 非常感兴趣, 也感到荣幸跟大家一块来合作, 但是我们办公室在纽约地区, 是着力地打造成为, 如果赵律师在纽约的话, 就不敢说句话了, 我们在纽约地区, 因为赵律师不在,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纽约地区的, 讲流利的中英文双语的信托规划, 财富传承的首屈一指的律师, 这第一, 第二句话是, 在美德华人或者其他的任何族裔, 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寻求律师的帮助, 不要自以为是, 因为律师真的是有经验, 有技能的, 有责任心的律师, 能够帮你解决很多切实有效的法律问题, 第三个, 在这个多事之秋, 大家变幻莫测, 在街上或者行道里边, 地铁里边发生很多意外的情况下, 请大家要好自为之, 提高警惕, 因为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候, 如果你提高一定的警惕, 走在路上或者坐在地铁里边, 你有警觉性, 经常环视和关注着, 或者头脑中的想象着周围可能会发生意外的时候, 一旦真的意外来临的时候, 你有警觉性和警惕的情况下, 造成的后果对你自己的伤害, 可能是有天壤之别的, 你如果一心的, 潜心的听你的手机, 听音乐, 周围发生的情况都不知道, 那么来突发情况的时候, 你受到伤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但是有一定的思想意识, 那么你可能就会马上的, 就是条件反射的避开, 或者躲避, 或者反抗,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重, 谢谢了, 谢谢, 杨律师, 你有没有一个最后的总结, 好, 最后总结, 实际上是跟着明月说的, 其实, 这个三个案子, 我觉得反映出来都是, 可能跟精神层面有一些问题的, 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没有照顾好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不管你多么爱你的家人, 首先你只有爱好自己, 才能去爱别人, 如果自己都没爱好的情况之下, 你给家人带来一堆的困惑, 那这些困惑呢, 会影响到你家人的心理健康,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加州, 有些那两个孩子, 我想这可能是对他们一辈子的, 那我也借此呼吁呢, 真的就是借着这个事情, 我其实前面提到过, 我们关注热点, 可能这个热点就过去了, 但是生活还得我们自己过, 所以呢, 就是说请大家放下屠刀, 尽量少要再去, 因为那个加州的, 尤其是岳父岳母也提出呼吁, 不要太多的再去干扰这个家庭, 我觉得现在如果对这个家庭最大的保护, 除了要帮助到岳父岳母解决回国的费用, 这个解决完了之后, 就真的请大家就放过他们一家人, 让他们自己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去, 就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我们去讨伐别人, 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资格, 那我们唯一能够做好的就是, 先关照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爱好了, 再爱我们自己的家人, 爱我们的客人, 爱我们周围的朋友, 我们如果自己是一个天使, 那你周围就会带来天使般的阳光, 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恶魔, 你给周围带来也是恶魔般的地狱,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后的这个恳求, 谢谢大家, 谢谢你哈人律师, 刚才那个周围有一个, 对有Mia邓这位观众有一个建议, 他说美国各州的华人律师, 是否可以创建一个共同的法律服务平台, 定期开展法律讲座, 普及法律常识, 提升华人群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 有啊, 那个我们那个美美华裔律师群, 那个曹英律师主办的这个律师群里边,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美洲星期四, 有所谓的北美律师大咖, 当然这个北美律师大咖, 主要是有几个州不同的律师, 他们每周星期四都在举办, 就是不光是热点的一些法律问题, 那他们当然主要是通过Clubhouse, 以及通过就是YouTube频道, 还有呢, 华人资讯网, 他们在就是一起来举办, 即连我这个法律专业是每周星期四, 我要有时间我都会去上去听,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对法律感兴趣的话, 其实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平台,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曹英律师, 他们我们现在在曹英律师主办的这个华裔律师群是大概由我们全美有三百多个, 至少职业五年以上的律师在组建了这么个群, 那这个群里边的这些律师呢, 也都是含阔全美现在有三十多个州, 然后各个领域的这个律师, 那这些律师呢, 也在不时的接受这个华裔律师群,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围炉业化的一个讲座, 那这个围炉业化, 包括我上一周, 也就是我跟就是另外的两个遗产规划的律师, 我们也专门做了遗产规划和信托方面的这个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关注我们华裔律师的这个群体, 以及关于我们华裔律师所关心的这个法律问题的话, 那么起码至少可以关注我们这个, 一个是那个维露业化,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北美大咖律师这个群, 他们真的能够讲出很多让大家可以避免的一些法律问题, 谢谢。 杨律师, 那这样子这些群普通的, 有人问这些群普通的群有可以加入吗, 是微信群吗, 还是什么? 北美华裔律师群, 那曹律师在太棒了, 我不能看到那个曹律师, 那如果曹律师在, 就恳请那个什么主持人让曹律师来介绍一下, 因为曹律师, 曹英律师是我们非常那个什么, 就是我们非常欣赏, 我们也非常关爱, 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个, 他其实年龄比我小了, 但是那他实际上就是, 各方面做的都是No.1, 所以呢, 就是如果他再麻烦你请他,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华英律师。 那曹律师, 你干脆给我们就是花两分钟时间, 介绍一下这方面信息, 因为现在显然观众很多的需求, 就是说能够一个科普的这种群, 不是说专业群, 是吧, 因为你看就是说普通人能不能加入, 大家对律师海上好像有点怕。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曹英, 我在大纽约地区, 主要办公室在新泽西, 这个我跟这个今天三位主讲嘉宾律师都很熟,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赞美华裔律师群里头, 那我们赞美华裔律师群呢, 是大概每隔两到三周呢, 会有一个唯独夜话的, 这种网上的律师节目, 在上周五这个渣男事件出来之前啊, 我们就请了包括燕燕飞律师在内的, 在全美东西两岸, 专门做这个信托遗产规划的律师, 就搞了一次讲座, 我们这个唯独夜话呢, 就是每隔两到三周呢, 都会请这种在美的资深职业律师呢, 来介绍他们的这个职场经历, 主要是给一些在读法学院的, 有志于做律师的, 以及同行们, 一个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分享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我们同时建了一个叫做在美华裔律师论坛, 我也把上面的那个我的助理的微信的ID, 发在了这个chatbox里头, 欢迎大家加这个微信, 之后呢, 我们会邀请您进入在美华裔律师论坛, 那我们是经常在这个微信群里, 发一些律师做的讲座的信息, 像刚才冉律师讲的, 每周四呢, 是我们这个群里的另外五位, 律师他们在clubhouse上, 会有一些普法的讲座, 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近期的热点的, 这个在华人圈里的一些法律问题,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加这个微信, 进入我们这个论坛的微信群, 参与法律问题的讨论, 同时呢, 也接收这些法律讲座的这些信息,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曹律师, 那么你这些信息呢, 我会像, 待会儿单独把那些链接什么的都拿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各个群里分享一下, 那么他有人问, 就是说在美华裔律师论坛, 微信号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是专门给律师的呢, 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加入呢, 因为我知道微信群他的人数比较有限, 你超过500就不行了, 那么你这个专门是给律师的呢, 还是普通人都可以上吗? 那不是, 这个在美华裔律师论坛是, 只要对有关法律讲座, 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的, 这个不是律师群, 这个是对法律问题感兴趣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加入的群, 您想进入这个群的话, 就加上面那个微信的ID, 你看我在chatbox里面已经分享了, 大家加这个微信ID, 那是我助理的ID, 完了, 您就跟他说进入, 我把这些总结一下, 我放在油管上边, 这样的话, 对对对, 我们待会儿放在说明栏里就好, OK, 那太感谢了哈, 那在节目结束以前呢, 我做自己, 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哈, 因为现在我主要是在做葡萄牙移民, 我已经不做美国这边, 也不是不做, 但是很少, 我们在我这个, 我们这个公司叫伊比利亚商务咨询公司, 这个现在就是还在推出35万欧元和28万欧元的这个黄金居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网站上面去这个看这些信息, 我们的网站就在我这个背景上面, 就是iberiancenter.com, 有问题可以直接掌握,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哈, 我再说一句啊, 周老师您说, 我再说一句啊, 就是呢, 我们这个文明客厅呢, 就是正在计划开这个预防犯罪的这个课程, 我给大家先推荐一本书, 也是一个名著, 叫做病夫之国, 希望大家关心一下社会心理的问题, 因为你们都是专业人士, 说的都是个案, 因为我们讲的是社会学里的社会心理问题, 最后在孩子一句话, 给推荐一本书, 病夫之国, 名著, 谢谢, 这是谁写的呀, 是中国人写的还是翻译的, 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 谁写的我记不住, 我也不记那玩意, 好, 到时候我把书名放在书名栏里, 对, 我们把书名也放出来, 另外就是, 给波士顿高中教育群的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讲座, 系列讲座打一个广告, 因为每年我做他们的客座讲座嘉宾, 今年的四月份, 我应该会给他们讲一个, 给华人家庭讲一个, 就是从积极心理学的方面去考虑如何去鼓励孩子健康的, 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成长, 因为大部分能关注我们论坛的华人朋友们, 大部分都以为为人父母了, 因为你有很多的资产, 你在美国生儿育女, 其实除了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外, 我们更要去关注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刚才周老师说, 对社会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如何预防犯罪, 我们今天讨论了至少有两例是犯罪事件, 就是犯罪事件, 或者是在执行立执法的过程中, 非常遗憾的事件, 但是都多多少少的涉及了一些法育方面的事情, 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事情, 那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教授李梅景教授, 他是专门去研究犯罪心理学的, 但是你们会发现他在网上做的大部分的讲座, 是关于如何去进行家庭教育, 从孩子小的时候去培养他们健康的心智, 培养他们的个人的自信, 去让他们去喜欢他们自己, 在这个社会中找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找到他们自己舒服的位置, 那这样才能在大范围之内, 就是培养他们更健康的情操与品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从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 培养我们整个华人群体的民族自尊心, 让我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他们作为一个整个社会的这个minority, 但是被看作就是sterotypes看作是, 你们这些就是经营群体, 你们是mid class ormid high upper class的这些家庭, 他们总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歧视, 那过去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很多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 还有一些歧视的事件, 我们希望从孩子做起, 要关注孩子的心健康, 帮助他们培养他们更加的自信, 而我的专业主要的客户对象, 其实是青少年, 还有young adults, 就是college kids, graduate school kids, 那么所以除了关注我们自己之外, 要关注, 要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 陪伴你的孩子, 然后去关注你孩子真正感兴趣是什么东西, 去倾听他们想说什么, 那么我之后, 我收到链接以后, 我也会分享, 我护士顿高中教育群的这个讲座的链接, 到时候大家感谢你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到各个家长群去, 对对对, 谢谢你哈, 美月, 对, 关爱下一代,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今天, 我再接着讲一讲, 周老师你还有话哈, 李梅锦老师, 也跟我们很熟, 因为我们在北京呢, 他是公安大学的教授, 我们在社会学讲课的时候, 我们都一块儿交流过, 他也听我的课, 所以我跟你推荐, 你们去看看李梅锦的预防犯罪学, 还有就是犯罪发声学, 预防犯罪学是他写的, 李梅锦教授, 特别是儿童心理, 从儿童来讲, 你得有这方面的知识, 和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他讲得相当好, 我也给你推荐, 在文明课厅上, 我也给你把他讲课的给挂上, 你们都听听, 还有那本书, 就是叫《病夫治国》, 就是说除了个案, 还得关心一下大的问题, 对, 他感谢了周教授, 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嘉宾, 你们真是非常的专业,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你们还能来上我们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点击君子爱才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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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